咦?好久沒有介紹平板電腦了 今天這部華為Mediapad M5真的值得推薦 採用了2.5 弧形玻璃螢幕 而弧形機身就令手感舒服得多 就算長時間拿著也沒問題 報劇、打機就爽得多 不過我最滿意的是華為Mediapad M5 M5由國際領級音響品牌 Harman Kardon專業音速調教及認證 可以提供更高質量的聲音和更震撼的低音 保持聲音的真實性 拿來播歌就適合了 但出街夠不夠電用的? 華為Mediapad M5用了5100個mAh超大電池 同時支援快速充電 華為Mediapad M5的LTE版本 還有一個插SIM卡 出街上網和通電話都一樣可以 有時候出來開會或者工作 一報就幫到你了 想不到你介紹電視 這部Defoom TV雖然是復古電視機外形 但其實它集了智能鬧鐘、無線藍物喇叭 而曾藝術顯示版於一身 別看它細小粒 它已經內置了全新DSP 360度全頻喇叭 音質相當不錯 而它的電視螢幕 就由256格LED組成 將燈光和聲音融合 就好像一個DJ在你面前 Defoom TV透過iOS或者Android的APP 還可以用來留言、畫畫、Sleep Egg、Message提示等等功能 方便得來還可以激發你的藝術創作潛能 小朋友一起玩也不錯 便宜地買一部吧 有新的音樂 是的 有新的音樂 好嗎 我很 400